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3日表示 韩国将助力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 文在寅当天在清华台主持首席秘书和辅佐官会议 做出上述表述 他说中国是与韩国人员交流规模最大的国家 也是韩国最大的贸易国 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 他强调作为友好邻邦 韩国将不遗余力地提供支援和配合 与中国携手抗击疫情 2日韩国政府宣布系列限制入境措施 包括从4日起 禁止14天内到访过湖北的外国人入境 并暂停冀州道免签入境制度等 文在寅表示 这是为保护本国国民安全的一项不得已的防控措施 据韩联社早前报道 韩国外交部1月30日曾表示 为助力中国抗击疫情 决定向中国紧急提供 价值达500万美元的防疫物资 包括200万只口罩 100万只医用口罩 10万件防护服和10万服保护镜 另外 大韩民国驻武汉总领事馆 KOTRA中国地区总部 武汉代表处 及韩国企业VTEC Corporation 也共同捐赠的防护口罩8万个 1月28日 KOTRA武汉代表处 已经得到韩国食药处的正式公文回复 确认韩国KF94 及KF99规格的口罩标准 等同于美国的N95口罩 据了解KF94医用口罩 需得到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的确认书 决斯方说 有大家的支持肯定能过关 同时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 能够传达出韩国国民 对中国人民的关心与支持 针对外界援助 2月3日 塔斯社记者在外交部网上 记者会提问称 迄今为止 有多少国家向中国提供了 人道主义援助 哪些国家正在准备发送物资 中国最需要什么 对此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称 截至2月2日中午 韩国 日本 英国 法国 土耳其 巴基斯坦 哈萨克斯坦 匈牙利 伊朗 白俄罗斯 印度尼西亚等11国 和联合国而机会 向中方捐赠的 疫情防控物资 已运抵中国 此外 一些国家各界友好人士 也纷纷主动通过各种方式 对中国抗击疫情表示支持 患难见真情 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们现在最急需的防疫医疗物资 如医用口罩 防护服 护目尽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